老婆分五等,你是哪一等呢? 这个世上人可以分为三六九等,老婆也可以分为三六九等。 对于男人而言,娶一个贤惠温柔又漂亮的女人,生活一定是美滋滋的。 但有的男人运气没那么好,婚前食人不轻,娶了一个坏老婆回家,那婚后一定会有很多无言的痛苦。 第五等,搞婚爱情的女人。 有一小部分的女人,她们天生水性洋花,一个男人根本满足不了她们。 嫁人了之后呢,还是吃着碗里的,望着锅里的,在外面找男人寻求刺激,摊上这种老婆,男人头顶是一片绿油油的草原。 第四等,好吃懒做,唠唠叨叨的女人。 这种女人自己没能力挣钱,还喜欢吃和玩乐,当老公不能满足她时,就会喋喋不休地向老公抱怨, 嫌她挣的钱不够多,嫌她对自己不够好。 娶了这样的老婆,财政大权,千万不能放在她手里,不然要不了多久,就会把钱用金光,还反过来说你挣钱太少。 第三等,勉强能过日子的女人。 男人都想娶一个优秀的老婆,奈何自己没有过人之处,只好在万千女人之中选一个勉强过得去的女人。 娶这样的女人没有什么优点,也没什么坏毛病,日子平平淡淡,勉强过得去。 第二等,会过日子的女人。 条件稍微好点的男人都能娶到一个会过日子的老婆,他们身上都有中国传统妇女老实本分首富道的特点。 娶这样的老婆,无疑给自己找了个闲内住。 操持家务,把好妻子,好妈妈,好儿媳等各种身份都诠释得很好,但美中不足的是生活平淡,缺乏激情。 第一等,温柔贤惠,激情满满的女人。 男人害怕平淡的生活,害怕几十年如一日的面对同一个女人。 但有一种女人,最得男人中意,她们不仅温柔贤惠,把家操持得井井有条,还懂得对别人一本正经,但对自己的老公却可以不正经起来。 这样的女人,懂得对自己的男人使坏,既能陪男人过日子,也能时常给男人新鲜感。